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每週一股 來到星期五 就是從Harry來自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遠子喜 和大家回顧上星期推出什麼股份 和今天又有什麼新推介 之前來說比較驚訝 因為推薦大家的長實 一手乘14萬多 當時現價的家庭觀眾買 因為最主要衷勁業績 都真的很聰明 完全吃正的浪潮 這個禮拜長實都不得了 可以說是大幅跑盈了恆子 我們跟大家跟進一下長實的業績 半年業績稍盛市場預期的營業額 按年上升1% 去到接近148億港元 核心營業額升超過五成 隨稅前的日利升超過五成六 順利方面都大升成六成 另外我們經常看的核心日利方面 也升兩成二 數字全部都交到功課 先和我們分析業績方面的內容 和看你的策略都非常之成功 如何部署呢 都輕輕地說回長實的業績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看核心日利 其實觀眾在版面上看的 就是看右手邊那邊會比較重要一點 其實主要核心日利 就有些大行都很厲害 特別是大摩 他估計22% 他就真的出22%給你看 所以長實的半年業績 算是稍為勝於市場預期 因為有部份行看得差一點 所以拉勻平均好一點點 但是留意中期業績出之後 今天是好消息出貨 出貨得很快 所以接下來的策略上來說 你計算今天五間收市時 是145元 現在都在做這個價格 其實對比起本身整個一周裡面的高位來講 152元就已經下了很多 所以剛剛好就讓我幸運地達到目標價 一個星期就結束了 大概7%的一個利潤 其實如果你說策略上 我都是覺得健康就收了 這隻股份其實本身 長實我放風險係數都放4的話 其實我就博了 本身其實對於這個價錢上來講 我覺得很貴下的 所以現價買了152目標價 其實如果投資者真的跟足這個策略 而你沒有放到的話 我想你要等一等 也都要等到下一個浪 本身就是一些資金回到地產股 才會有下一轉 暫時去看這份業績 都給到人一個信心的功課 好 越跌越多 可能在長實方面 現在來說跌超過4% 達到144.3 都是那句 見好就收 Herry 多謝在長實方面的分析 現在來到全新的星期 今天跟大家推出什麼股份 看看上星期一些主要的藍籌股 受到資金追捧 今天你的推介是否都是藍籌 為什麼我要推一下藍籌股 就是以往推的股份類別 完全不跟市 近來看到大家的資金都落到藍籌股 也看到未來半年的業績期 其實這隻股份 我看到很多家庭觀眾打進來問 但我又在想 大家知不知道它在買什麼 大家很熟悉的這隻股份 但其實是這麼多隻 每收一股我覺得最難分析的一隻股份 這隻叫中石化 好像很認識這隻股份 但問題是 本身它的業務相當複雜 好 大家最主要都明白到 剛剛現在在營港網上都看到了 三大油棋之一 做一些編碳和生產鏈油營銷 和分銷動作 化工方面 但似乎化工業務不是做得太好 核心的業務又是些什麼呢 當初有沒有哪幾盤 公司主力去擺放更多的 如果你說在講業務之前 要特別跟大家說了 中石化這個系列 其實有些什麼同系公司 在香港有上市 很多次你都會認識 其實本身 但問題是 這個系列的公司有什麼特點呢 就是經營相當不善 其實你看上石化 宜徵化簽 宗石化 廉化 宗石化 冠德 這些全部份業績 做得一般 特別是宜徵化簽和上石化 其實這幾年都是虧蝕的 宜徵化簽當然 因為蝕到過債籠 停牌了 要母母公司去收回它 現在正在做整個過程 上石化都不停地看到 有資金正在炒這件事 究竟在股改或者未來 會否說母公司也會收購 這也是一個焦點 我們今次講紅色那部份 宗石化 會是一些一體化的能源企業 和上下游業務 為何給大家看這個圖 因為我們講的就是一個國企改革 國企改革對於宗石化來講 是一個很焦點的 主要公司未來的發展特點 其實它在本身同系裏面 會否說有一些業務重組 或是對於整個中石化系列 其實這十幾年 至上市已今 其實都不停地做重組 好啊 我們看看業務發展特點 你都提到 家庭觀眾經常都說 想買360 因為國企改革 衝影 其實有甚麼改革 實質一點 不如跟我們講一下 其實有幾輪 當中每一輪的改革 涉及甚麼 我們稍後時間和大家跟進 第二個特點 為何買這個股份 就是一個受惠成品油 機制改革的關係 還有第三 就是開採葉岩器 亦都成為集團發展的亮點 先看看第一個特點 國企改革的重點分析 有三輪 原來1980年代已經是有這件事 都跟我們講一下 當中三項的改革 最大的分別又在哪裏 去到現在最新可行的程度 以及最新的進展又去到哪裏 Janette 我們在講這個項目的時候 我們要將自己的層次升 我們要從中央發展的角度 去講國企改革 嘗試盡快給觀眾認識一下 國企改革不是三中全會之後 才有一些新的措施 1980年代 即是一些未出生的年代 已經開始實施 其實是第一輪 第二輪 第三輪 其實我是笼統一點去解定的 如果是三十七輪都有的 第一輪國企改革 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都是一個 planned economy 不是一個自由經濟 其實亦都想在計劃經濟裏面 加入多些自由的元素 我不去詳細說80年代的東西 大家就給一些字在螢幕上 大家可以在Wiki搜尋一下 這些字來講 如果大家對國企改革 有一個歷史上的探討 亦都搜尋了這些字 你會認識到以往國企改革的歷史 利改稅 放權讓利 這些都是在中央集權開放的意思 第二輪的國企改革是在90年代 其實90年代 你也未入行 我也未入行 其實本身在歷史上來講 其實當時的香港本身的股票歷史 我們見到很多紅醜來香港上市 也是當時將國有企業加一些現代化元素 例如現在的國有企業為何有CEO 為何有CFO 當時開始有的 以往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第三輪的國企改革是現在的 由習近平和李克強的年代 開始見到經過這麼多輪的國企營運 我們見到利潤或是無利 本身國企不太賺錢 我覺得 而且見到政策上 都非常傾斜去一些國企當中 主要是國企和民營都減少一些不公平的競爭 或是國企經常被人救病的原因 經營不善 管理層本身是一些官 其實他們不是很關注集團的利潤能力 這是第三輪 即是現在的國企改革 最主要想改善的措施 亦都直指會提振到盈利能力 下一版我們見到 就是國企改革 究竟有些甚麼的措施會在做出來 好像相當複雜 我想Jane都看到頭暈埋 又紅又綠 最主要我們見到 一二三四 主要是不同範疇的國企改革 一是多元化的擁有權 其實我們從今次忠實化這個例子 譬如簡化本身的股權架構 或是引入一些文資進來 形成一個混合制的經營 這個我們會詳細去探討 另一方面 在中央的角度來講 在不同的行業會實施不同的策略 其實我們在每周一股裡面 都講過很多這類型的股份 尤其是另外一個分析員 Rafi 五九八八八二 全部都是在做這些 就是公用和壟斷事業 包括軍事 五九八屬於造船 或者是營運 這些公用事業居多 而這兩範來講 首先在這幾年做多些國企改革 所以我們會預料中 除了中石化之外 有些船運業務 甚至基建的鐵路類別的股份 都會進行國企改革 近來主要消息是央企改革措施 例如水泥 這些都是壟斷性的行業 在競爭方面 例如鋼鐵 又或者是醫療這個範疇來講 中央都是想盡量自由化 退出這個市場 這樣三種不同類別的產業類型 會有一些不同的策略 其實紅色的部分 就是國企改革的主要焦點 為何要做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 國企想進貢給中央的稅項上來講 由於本身就不太賺錢 資金的類別相當少 你計算2013年 其實只有6%的盈利上到中央當中 稅收就不太好 所以就想國企方面 在盈利進貢方面 就是派息方面 可以加上多些 最後 其實已經開始有些措施出來 就是說 補礦開始有些股權激勵的計劃 這些是一些比較新的措施 對於管理層方面 是一些主要提振的意欲 我們講了很久 1234 好像很複雜 大家集中在看第一點 因為我們今次講中石化 會講第一點 可能及後 我們下幾個星期 就可以找其他類別的股份 慢慢去再講 第一點 多元化擁有權 會是令到中石化 發展業務上 會有幾不同的效果 明白 整個故事都講出來 是 很多謝你這麼深入的研究 我們看看第一項 多元化擁有權 當中的做法是怎樣 引進民資 其實集中上場之後 都很明確 又說要反貪反腐等等 希望一些比較大的國企集團 反壟斷 不要股權太集中 所以就說 希望引入更多的社會資金 或者是民資等等 那個持股比例 其實都有在 如果國企改革 集團來講 都會在年初來講 就算沒有了引入民資的方法 以混合式經營這個 油品零售業務 第一項 民資持股比例 上限就是30% 首先這個數字 還未足以有一個 比較大的控股權 30% 不是太多 不會開放給你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 引出什麼類別人士 會不會說 在哪裡來的資金 因為都說 是非常龐敵的資金 一定不會說美國那方面 是吧 如果你說 看回 由年初開始 中石化 自從都會說 他們會開放 他們的下游業務開始 其實令到整個市場上 相當之多的衝勁 亦都是這個 announcement之後 中石化的聲勢 就沒有停過 所以就是說 咦 我們都知道 其實大家觀眾 如果看開中石化 就是將它的下游業務 開30%出來 引一些文資進來 其實最主要的焦點 就是說 這個下游業務 由於 就是說 對比起其餘的一些 比如說 外國的油品公司 如果你說 看回它的 PE估值上面 來說 是至少 14至16倍 所以 如果你開放 30% 以14至16倍 賣出去的話 現階段 中石化的估值 都現在 相當之便宜 所以我們看到 股價不斷地抽上去 這也是股價 為何抽升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中石化 在國企改革 現在引入文資 其實究竟會是誰呢 我們都試過去想一下 比起理論 如果你是中石化 或者我是中石化的股東 你是會想有些什麼股東進來呢 我第一件事 多元化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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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是一些很大的資金 譬如說 如果是外國的ExxonMobil 加Sharefond 再拼一個淡馬石 進入中石化的當中 那便行 那便威風了 我覺得 本身 本身有很多憧憬 因為他們本身 在油品市場的零售業務 亦都相當之有經驗 他們經營了油站 亦都很多年 加上譬如說大馬石這樣說 有些新加坡的一些政府的背景 這樣去看的話 其實我就開始想想想想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一些消息 我們稍後會講一講 其實 接下來這個國企改革 引入文資的一個 如果你看回股東的範疇上來講 未必是一些外國的公司 一是我幾認同Janet你所說 都很難是美國的公司 因為本身對於這些戰略性的資產來講 其實中國政府都不太想美國去參與 當然 另外一方面 其實它開放下游市場 我們這幾版的PowerPoint 亦都會繼續講一下 究竟是什麼資產 好 下游方面 南亞廣東 不如同大家看看 集團下游的義務分析 原來都做很多飯 大家知道加油和家氣站 現在到目前為止 有三萬多間 做了便利店和零售店 都超過三萬間 所以你看到 就是那個量 都不斷有個攀升的情況 看圖表就真的好像幾好 下游方面的情況 如果你計算集團發展的力度 其實如果你說看內地 我們揭開中國地圖 其實加油站和家氣站 其實幾乎只有兩三間公司做 一是本身中石化 它有三萬多間 另外一間就是中石油 瓜分了整個市場 其實這個是一個 如果讀ECON來講 叫Oligopoly的一個market 兩個寡頭壟斷 所以以往本身中國政府 亦都想在加油站上 就不要中石油和中石化去爭 南邊北邊分開 南的中石化去做 北邊給中石油 你們兩個不要爭 但問題是 本身中石油和中石化 在那個經營加油站 或者是便利店的所謂的力度 或者是那個執行力上面來講 相當之差 因為他們永遠都不會明白 一件事就是說 在外國的加油站 或者是所謂這些 加油站隔離的便利店 或者商場 其實是越偏遠的地區 那個股值或者是利潤率是越高 那為什麼呢 就是譬如這樣講 舉個例子 Janet你開車 開車了兩小時 去到一些山卡拉的地方 其實我們見到就是 如果你想去洗手間 或者你想買個麥當勞 其實你是被迫住進去那間加油站 所以就是說 那個加油站裡面 你想買一支水 我買到40元給你 你都要買的 所以那個利潤空間 或者是那個麥當勞 是120元 你都是要去買進去吃的 所以就是說 其他股值上來講 在那個加油站 或者便利店 在一些偏遠的地區 反而做得好些 但問題是 就是中石化 或者是中石油 由於先前我們所講 其實他們的管理層 都是一些官 他們都是做遠不做 究竟賺遠不賺 我都是這麼多錢 收人工 所以就是說 在那個偏遠地區 抑或是 就是他們開了所有的加油站 在一些城市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說在城市 你一個加油站 在這裡 旁邊有個便利店 但旁邊有間 加陸福的超級市場 我很明顯 就是我買那些日常生活品 或者是飲飲 我會走進去加陸福 我就不會走進去便利店 所以導致到 就是那個營業收入 雖然我們說 就是每一個站 或者是連輸出量 在一些賣油的數量上面 都是有一個Uptrend 但下一板我們見到 收入就不停地下降 這個也是主要為何忠實化 要拆這塊下游業務出來 去試下給其他民資去經營 亦是一個主要原因 我們見到很明顯 有一個Untrend 業務收入方面 是藍色那條巴不停地上去 你計算收入都有個上升 但增長力度來講 就一直跌 而本身 在那個非油品的收入 比起整個下游的佔比 都是持續維持在0.6至0.8% 同時外國的一些油站 例如我們說BP 又或者是ExxonMobil 甚至是Sharefond 完全是另一件事 所以就是說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衝勁 就是在國企改革 我們引入了一些文資出來之後 對於一些文資來說 例如我和Janet 我們為何要入到中石發去經營 就是它本身做得很差 如果我們幫幫它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個吸引力 令到那個業務上面回升 所以就是說 整個國企改革的重點分析 就會落下 究竟接下來 會哪間跟它一起做 其實你都給了很大的提示 我們說到 入油那時候 零售的店舖 就簽入油站 那些 但好像做得不是太過成功 你言下之意 希望又要做一些 比較大的成功一點的零售集團 或者管理這一方面 都有一個提示給大家 就是台灣潤泰集團 是憧憬它會加入這個三八六 因為它本身就是六八零八的武公司 都在內地做一些大賣場等等 都在這一方面做得很有經驗 當中來說 你都列了有三方面的 嚴謀合作的方針 當中是怎樣呢 我看到O2O這個字眼 有 其實市場有些什麼 它都寫下去 現在流行O2O 我就寫過O2O 有關事 便利店要經營 一起去經營 都給大家 這個是星期三的一個新聞 相當新的特點 估了很久 我們又估一下BP 達馬石 李嘉誠 究竟誰會進來呢 原來都幾出乎意料之外 整間台灣的潤泰集團 它就是高音零售的武公司 這個本身的業務的合作 給了整件中石化零售業務 拆出來30%文資的 相當多的啟示 一是我們剛才估計的30%賣給誰 現在看到有一間潤泰集團 走出來 但很有趣 它自己本身是經營哪部分 上海那部分 只是上海的二折便利店 就試一個合作的經營 完全沒有說到會不會入股 完全沒有說到會不會入股 或者是有幾多間便利店 但只是一個上海的範圍 投資者要留意一件事 即是中石化想玩一件事 即是在上海這部分便利店 我引一個潤泰 廣州我會引哪間呢 會不會說在北京又引一些呢 其實今次引入文資 可能有相當多股東進來 這個會對於整個中石化股價表現 有幾多刺激 尤其是因為市場喜歡炒衝勁 逐筆逐筆來 所以接下來我會覺得 在那個業務上面 引潤泰集團當然是一件好事 他們在那個大賣場 在採購方面的成本 相當之低 對於便利店的營運 利潤率方面 是有一個提振 所以就是說 今次就給大家看一看 單是潤泰集團進來 其實我們可以想到 接下來都會有更多的集團 包括市場傳的 譬如說騰訊 甚至阿里巴巴都可能會進來 所以就給大家知一知 未來的發展焦點 OK 好 先看完第一個利好因素 看看有什麼特點 不如跟大家看看它的業績表現 因為都說它的煉油業務 持續有改善的情況 就眨眼看 很多下跌的紅色戰墜 不太好 營業額第一行 14年第一季來說 按年跌接近8% 6,400多億 好似有個下跌的情況 另外 經營利潤也跌16% 經營利潤又跌 跌成0.3% 另外順利也要下跌 跌比較多些 如果相比一三年全年 和一二年來說 跌幅就比較顯著 跌一成半 這一份業績 又是不是一般 但又衝敬年人業務會改善? 如果你說看本身的業績 我們接下來幾次 每一股都要講講業績 因為快出半年業績 2014年的首季 是不行的 你看順利或營業額 全部都倒退 其實如果你說看 本身 為何要列這麼多年 給大家看呢 就是 Jank 你有沒有留意到 本身 這間公司的業績 營業額是28,333億 這是我每週一股做營業額最厲害 二萬億是甚麼呢 一年的營業額 等於美國印了四個月的QE 這間公司很誇張 所以 怎樣去看 其實主要都說 我們知道業務 其實做得一般 其實從第二季出來的油產量數字 我們都預測 其實未來的業績 一半半 尤其是 本身的化工業務 不是做得那麼好 這間公司來講 我們下一版去看看 就是本身的一些業務上面的分佈 很有趣 如果讀CFA的人說 就會知道 這是一間Integrated Business 全部都是上下游的業務 都結合了 是多元化 是多元化 好聽一點 叫多元化 一體化 不好聽的就是 其實在上游業務 營銷、化工、煉油來講 其實是有contradiction 怎樣說呢 如果油價 對比 如果你說對於上游業務 油價如果上升的話 自不然有一個利好之處 但是如果油價上升的時候 我的煉油和化工業務 就糟糕 本身成本又會上升 如果你說一個上升的時候 另一個業務就會下跌 所以對於Analys來講 很討厭這隻股份 究竟你是升還是跌呢 我們在看那件事 其實主要 這麼大部分 其實看到營銷和分銷是最大的部分 因為營探和生產在利潤上都很大部分 但其實我們主要看就是營銷的方面 因為營銷是說的 以往成品由油價的定價機制 開始了一個市場化之後 慢慢地我們看到有一個盈利回到 2013年的營業額 我們看到已經開始有一個轉型的態度 下一版我們見到就是2014年第一季的數字 2014年第一季的數字 我們見到煉油的部分 都對版的 如果你計算是74% 其實很明顯就是 成品油的油價 就是跟回市場化的階段來講 就是這樣說 本身中石化 現在就可以跟回國際油價 來取得它的成本 所以導致煉油的虧損 是會有一個彌補到的 但問題又來了 其實本身就是國際油價 其實就跌了下去 那個年油成本就下跌 但是為什麼國際油價又會跌下去 或是中國的油價做得一般 其實是說中國經濟 也都在上半年做得一般 為什麼我說Integrated Business 我作為一個Analyst 這麼討厭去看呢 因為化工方面 和中國經濟很大敏感度 其實化工 大家看PMI的數字 敏感度相當高 你又見到化工方面 又虧了錢 所以如果你看業績表現上 大家買中石化 你買一個特點一 即國企改革 接下來可以令到便利店做得好些 但本業來說 接下來的業績會做得一般 特別是給啡色的部分 看這些下游業務 我們看煉油利潤率 只有0.38% 你對比外國公司做得很差 這方面有待改善 但是如果純粹計業績來說 我會覺得煉油業務 是會主要的焦點 好 傳統煉油業務方面是一個焦點 但又說 都有一些新東西 開採熱岩氣將會成為 他們集團未來增長的兩點 我都見到你說 有個地圖列了一些地方 即開採了多少 其實現在那個情況是怎樣 在技術上和美國 還差一些距離 如果你看回 我們經常說熱岩氣股份 其實我想跟觀眾說 其實大家都不是買一些熱岩氣股份 其實是概念股 是設備股 其實真的開採熱岩氣 只有三間油公司 中石化、中海油和中石油 在中石化這個培齡熱岩氣項目 其實是中國第一個 具規模的商業開採階段 熱岩氣項目 這個項目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有6億立方米的產能 接下來在2014年至2017年 會開始慢慢增多 為何特別要說這件事 很長遠的 熱岩氣 天然氣項目 對於中石化 是一個比較遠一點的東西 或者是挺新的東西 如果你計算中石化 它的上油熱務 本身是一些比較小的項目 現階段佔比也不多 所以在這個熱岩氣項目 還要比中石油或中海油做得快的時候 我相信它在未來這一兩年的業績 開始上油 即陷探方面的業務 會做得更好 所以跟大家去提一提 這方面來說 如果有進展的報告出來 對於股價會有敏感度 OK 其實我們說了這麼久 最主要Harrie叫我們 看第一個特點 就是憧憬國企改革和引入文資 都可以解釋 你剛剛提過 為何股價升到這麼多 因為想PE拉高 就解釋為何股價升這麼多 因為你引入一些新的buyer 股價當然想有一個炒作 但現在你的風險因素一 都提到 股價會否過高 對它長遠的表現來說 是否有一個離淡的因素 對 本身為何最近股價會升 就是因為它引民資 大家衝勁 它的Valuation上面 就在用16至18倍PE 現階段來說 我們未知究竟是多少錢 所以如果出售價錢 多回12倍PE 我真的回答 原來現在已經10倍PE 距離不是很多 股價會震下去 所以引入文資作價 或者規模 剛剛好 潤發集團簽了 原來是佔30%裏面的10% 引民資的PE是14倍 我會覺得股價還可以升 但如果只剩10倍的話 股價便會下降 所以就要看 對於股價表現相當大影響 尤其是由年初至今 中石化根本 人們都沒有理過業績不太好 就不斷一味衝勁 國企改革引入文資 另外一方面當然 化工業務 現在第一季出現虧損 接下來的焦點 除了煉油業務可以做得怎樣之外 化工業務 會否第二季經濟都做得一般 持續出現虧損呢 很影響到業績表現 風險3大家都知道 賣油品 其實中國經濟表現高低 對於石化或副產品的敏感度 相當高 這些風險因素來說 無論是短期股價因素 或者大家在炒業績表現上 都是相當大的影響 OK 我們先看看投資部署 現價可以買 風險比數都高 藍手來說 4 out of 5 是的 因為本身 如果你算五為二周高位 7.78 現在7.58 又不是差那麼遠 又是貼著高位買 看10元是看什麼呢 目標價看10元 就是引入了潤發 再引入其他文資 亦都是一些相當厲害的公司 譬如騰訊 或者是不同大型的公司 會進來 目標價 我設定這些10元 作為主要的焦點 其實10元的PE 已經上到14、5倍 指示價放6個半 投資建議上 我都會覺得 風險比數一定是4 因為現階段買藍籌 都是比較貴的位置 其實10元都有一個水位 你也是看中線還是怎樣 是中線的 因為你不會說明天或後天 就已經有其他的文資進來 好 都密切留意那個策略 或者有其他問題 打回來 再問他 OK 麻煩你先了 Hary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都做回新報 三百六月不要拿著 沒有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電話來 待會再談